你吃好了 你吃好了 金金 我想让然然回家住段时间 你看怎么样 让然然回来住啊 是她自己想回来的吗 不是 我是觉得这几年 我毕竟亏欠她的 这段时间她有身体不好 一个人在外边 没人照顾啊 身体不好 她怎么了 是病了吗 她胃不好 胃不好 那是得有人照顾她 那她男朋友呢 我看她们的感情很好 可是她们毕竟没有结婚啊 你说自己的女儿 让别人照顾传出去 对你对我 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其实金金 我就是希望一家人 高高兴兴地在一起 然然 你 晨晨 都是我最亲的人 以前的事情 希望咱们不要计较 谁对谁错 以后不要再提 行吗 怎么 不高兴了 怎么 没有 我怎么可能不高兴啊 我只是拿不定主意 你说冉冉之前的房间 现在晨晨住着呢 我是让晨晨搬出来好呢 还是准备出来一个客房 让冉冉住 我这一家人一定有的 还行吗 你自己去哪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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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得了